NP News 聚焦新北、桃源、新竹、苗栗、台中以及高雄的新闻消息 新闻首先带您关心的是 苗栗县年初至今累计五起废弃物火灾 县长钟东警一再强调彻查不轻纵 并且加速盘查 消防局发布消息 头份两起废弃物火灾已经完成调查 并移送环保局以及警察局 其余案件仍持续调查中 呼吁民众守法不随意堆滞 保护财产以及生命安全 废弃物堆熊熊大火一发不可收拾 苗栗县政府消防局遏止随意堆滞 陆续依法移送 年初至今统计本县 辖内总共发生五起的废弃物火警 不仅造成严重的空污 影响乡亲的身体健康 更让我们消防人员疲于奔命 县长对此表示非常的重视与关心 因此苗栗县政府消防局只要针对类似案件 完成火灾监定报告书之后 即会移请相关单位如环境保护局 警察局依照他们所夜管的法令来脱处 年初至今累积五起的废弃物火灾 造桥头粪通院都有发生 类似的火警一次得出动数十名的消防人员 平均耗时七至八小时扑灭 目前头份两件已经移送环保警察局 其余都在调查阶段 消防局也希望民众能够遵守相关规则 还是要提醒各位乡亲不要任意堆滞废弃物 那如果有堆滞的需求时 务必遵守相关法规来申请 那并做好相关的安全管理工作 才能有效减少类似案件再度发生 移送案件后续将依 废弃物清理法 空气污染防治法 以及刑法的公共危险罪办理 苗栗县政府展现决心 减少类似事件发生 请不吝点赞订阅